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县里建军97周年 东部战区发布战讯MV《战海江》 加拿大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 东部战区全程跟肩警戒 卓榮泰松口称2030年后考虑重启核电 被批化大饼 台军前5月自残死亡13人 已超车祸致死人数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旺称大陆错误权势联大2758号决议 是为了建构武力犯台的法理依据 国台办外交部指出 联大第2758号决议充分反应 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 其权威不容挑战 据报道 所谓2024年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会议 7月30号在台北举行 并通过所谓决议 妄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 未解决台湾的政治地位 不建立中国大陆对台的主权 未提及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 以及联合国组织的参与 不构建一中原则作为国际法律 赖清德参会并妄称 大陆错误权势联大2758号决议 是为了建构武力犯台的法理依据 对此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兵华7月31号应讯表示 这个所谓联盟由一群极端反华分子拼凑而成 惯于在涉台问题上挑衅姿势 编造散布谣言谎言 我们已多次表明反对立场 必须指出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联大第2758号决议充分反应 正终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 其权威不容挑战 陈兵华进一步指出 事实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即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是在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情况下的政权更替 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疆域没有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理所当然的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 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 1971年第26届联大通过第2758号决议 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这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问题 陈兵华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也是世界上183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 充分体现了国际大义和人心所向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一再伙同美西方反华势力污蔑攻击联大帝2758号决议 动摇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中原则的基本格局 只会让国际社会更加清楚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对于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的不当言论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7月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明确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中国原则更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和谈错误的诠释 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和谈主权地位 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 必须也只能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 和谈国际参与 我要重申 一中原则不可撼动 统一大势 不可阻挡 台独分裂 此路一条 无论赖奇德当局说什么 做什么 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中的客观事实 动摇不了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法理地位 更阻挡不了中国中将统一 也必然统一的历史大事 本网今天发表两岸快评 某些名嘴口中的大陆 与台湾同胞亲身体验的大陆为何不一样 文章指出 为什么台湾同胞看到的大陆 与某些名嘴口中的大陆如此不一样 答案显而易见 当然是台湾同胞的眼见为实 而所谓名嘴的口说为虚 民进党当局上台后 在岛内大搞抗中反中 借机谋取政治私利 少数如小丑般的名嘴跳出来附和 绿营媒体与少数名嘴狼狈为奸 为民进党在岛内制造信息检防 积极打辅助 一些台湾同胞由于没来过大陆 关于大陆的讯息 都从媒体报道中知晓 而绿营节目刻意纵容少数名嘴 抹黑大陆 散布不实言论 导致一小部分台湾民众受到了暂时的蒙蔽 然而谎言终究是谎言 他无法长久的欺骗所有人 越来越多台湾民众不断努力打破信息检防 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真实的大陆 看到大陆的发展现状 他们发现大陆并不可怕 也并不落后 相反 它是一个充满活力与机遇的地方 八一建军节 东部战区发布战训MV 战海江 展示官兵全时待战 随时能战的盛战风采 以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97周年献礼 战海江歌词中写道 东海波涛 利剑苍穹已出鞘 战鹰翱翔 如星火在闪耀 铁骨铮铮 破浪成风味家园 富强统一 血脉相连 我同胞 歌词气势寻存 好情万丈 配合解放军 海陆空及火箭军 各军种战训画面 令人血脉愤张 战训MV发布后 受到网友热烈转发评论点赞 不少网友留言 山河无恙 因为有你们用心守望 祝最可爱的人 建军节快乐 8月1号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就加拿大蒙特利尔号 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 发表谈话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李希海军大校表示 7月31号 加拿大蒙特利尔号 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 并公开炒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东部战区组织 海空兵力全程跟肩警戒 依法依规处置 家方行为滋扰搅局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随时应对一切威胁挑衅 来关注岛内新闻 岛内面临缺电危机 民进党当局仍执意废除核电 引发争议 据台媒报道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卓榮泰受访称 台湾可能在2030年后 重新考虑使用核电 岛内入夏以来 频频发生跳电事故 台湾第三核电发电厂 一号机于近日停机 退出供电行列 缺电忧虑笼罩台湾 赖清德此前在赖办下 设立所谓气候变迁委员会 邀请台湾和硕董事长 佟子贤担任副召集人 台所谓中研院前院长 李远哲担任顾问 两人均认为应使用核电 据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刊出 卓榮泰的专访内容 他声称 核电无法解决当前的电力问题 但将来可重新讨论利用核电 他称 台湾虽计划于2025年 实现非核家园目标 但未来仍然可将核电列入讨论 卓榮泰的一期话 是否为民进党的核能政策 转文铺陈气氛 引发关注 对于为何是2030年后 再考虑重启核电 卓榮泰并未说明 中国国民党民代王洪威痛批 赖清德都没法保证 可以连任做到2030年 卓榮泰怎么敢如此说 不在当下有权利就做 却画饼画到2030年 实在不负责任 民众党民代张奇凯也质疑 为什么要拖到2030年后才讨论 难道台湾现在不缺电 不跳电 王洪威表示 多家国际媒体都报道台湾缺电 严重影响外资赴台长期投资 卓榮泰此时向外媒松口核电可能性 恐怕是为了要安外资的心 再来关注今天的军情消息 据台审计部门报告称 台军自残致死人数 从2020年起逐渐攀升 至去年已超过车祸 成为台军意外死亡人数的首位 尤其今年1到5月的自残死亡人数 已经高达13人 比去年同期的6人增加一倍 据报道 台军2019年至2023年 意外伤损 总人数共737人 其中死亡300人 受伤434人 失踪3人 主要原因包括车祸、自伤、操课及演训等 其中车祸从2019年度起呈现下降趋势 但自残致死人数从2020年起逐步上升 自2023年起超越因车祸死亡人数成为台军死亡首要原因 报告提到 台军近5年 自残人数合计158人 其中死亡97人 2024年1月至5月底止 自残已达17人 其中死亡13人 相较2023年同期的12人 死亡6人 自残案件和死亡人数均陡增 报告还分析了台军自残原因 女性以适应问题和精神疾病为主 男性以经济问题为主 士兵以感情和环境适应问题较多 事关为经济压力问题较多 军官自商者则以工作压力问题较多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